你可能听过《约塞斯密》和《第一次异象》, 但什么是《第一次异象》? 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呢? 对于摩尔门,正确来说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 第一次异象,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近代的奇妙复兴展开了罪魔。 在十九世纪初,纽约西部发生了一次灵性的复苏, 很多教会的牧师都在传道,招揽归信者。 约塞斯密这位农家少年被这股宗教狂义搞得很困惑, 他想知道应该加入哪间教会? 当他看《新约圣经》读到《雅各书》的一段经文,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恥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斥给他。 约塞斯密相信圣经的话语, 他决定要听从雅各的忠谷去祈祷求问神, 他应该加入哪间教会。 在一八月零年的春天, 约塞斯在他家附近的树林里, 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然后跪下做祈祷。 约塞斯说, 我看见两位人物, 站在我上面的空中, 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 其中一位对我说话, 叫着我的名字, 指着另一位说, 这是我的爱子, 听他说。 在这次造访里面, 约塞斯受吩咐不要加入任何一间教会, 不过稍后会向他显示基督古时的教会。 后期圣徒相信, 约塞之后蒙照成为神的先知或者代言人, 去将神的旨意告诉他儿女知道。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很尊崇第一次异象, 因为他们信仰里面某些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建基在这件事上。 透过这次经历, 后期圣徒现在明白, 神和古时候一样, 继续在现代和他的儿女说话。 约塞斯密往后很多年, 在很多场合上分享过这件事。 事实上, 他又亲自或者请抄写员, 将这件事至少写成四则不同的记事, 令这件事成为史上记录最丰富的异象之一。 每则记事都提到独特的细节, 强调那次经历不同的层面。 有些人往往说, 这些差异证明了一件事只是约塞涅造出来。 其实, 有什么证据证明约塞斯密的经历 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 这条基本上是关乎信心的问题。 让我们先看看约塞他怎么说。 约塞在生时针对他经历发表过两则记事。 这些记事当中, 最出名的是由约塞在1838年写的, 之后成为后期圣徒称为 无价珍珠的经文的一部分。 第二则就在1842年写, 还刊登在一份教会报纸上。 很久之后,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史记员 发现了另外两则记事。 有一则在约塞斯密未发表的1832年历史里面, 而另一则就在后来的日记上。 这些记事在1960年代首次发表。 约塞这些第一次移仗的记事, 重点和细节都各有不同, 不过, 讲的故事是一致的。 史学家预算人对事件的技术 会随着时间、 场合和受众不同而有出入。 例如, 在《新约圣经试图行转》里面, 保罗在三个不同的时间 讲述过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 遇到救主和归信的事。 每个版本都有少少不同, 强调那次经历的不同层面。 各个约塞斯密第一次移仗的记事 也出现相同的模式。 有些人说, 约塞斯密对第一次移仗的记事不准确, 因为那些记事不是完全一样。 不过, 后期圣徒就感激有几个版本的记事 可以增进他们对这次神圣经历的了解。 就好像圣经和其他经文中 像所有奇妙的故事一样, 问题最终都是关乎信心。 神爱祂所有的儿女, 很想他们好像约塞斯密那样, 透过祈祷来找到真理。 所以, 后期圣徒口中的第一次移仗, 就是讲1820年春天, 在纽约州北部的一片树林里面, 约塞斯密的那次经历。 父神和祂儿子耶稣基督在那里向约塞显然, 答复了祂真诚而谦卑的祈祷。 第一次移仗和祂的重要性, 现在你知道吧。 请多久以下, 先读一诺谈赞斯密的一公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